我们继续看这个B关销链97里 那97里的话呢 是给定了一个连续型水机变量的干净密度 然后呢 让我们去求它的这个参数 它的A的举估计值 看清楚这个词啊 估计值 所以这是小写 所以这个小写和大写 唯一的一点区别 就是一个举估计值 一个是估计量 是吧 好了 既要求这个举估计值呢 又要求最大自然估计值 所以这个呢 作为一个解答题啊 或者说作为一个大题 那那是很合适的啊 很合适的 好了 举估计和最大自然估计啊 它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啊 就让你去啊 给是吧 找一个啊 样本的这个函数啊 也就是不计啊 也就是所谓统计量 是吧 啊 就是把它视为这个A的 那一种啊 一种一个一个 占定值吧 啊 或者说你认为啊 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值 那叫估计值啊 估计值 啊 这是一种这个 呃 举估计和最大自然估计 它的一个目的 那问题的来了啊 问题来了啊 所以举估计值和最大自然估计值啊 是不是要一样啊 或者说它的这个原理是怎么回事 是吧 固定的套路啊 举估计 很简单 就是另什么呢 样本举等于总体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解除 这个A来啊 解除这个A来就是你要的 哈 你要的 好 但一般情况下来说 那是一节举啊 所以一节举呢 就是期望 是吧 总体的原点举的期望 然后呢 这个样本的举的话呢 就是样本均值 对吧 好 那如果这个参数再多一些的话 可能有一节举二节举啊 什么的 那那个呢 就是后话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那什么呢 就最大自然估计 所以最大自然估计的话呢 所谓的它是 使 使所谓的那啥啊 就是自然函数 所以有个名字叫自然函数 达到最大 自然函数呢 如果再离散型的话 就是概率 那就是要概率 是吧 就是这个样本发生的概率 啊 如果是连续型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本的概率密度 概率密度达到最大 好 这是这个 两个估计方法 大家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啊 然后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说你 你在做题的时候 具体去操作啊 操作的话呢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境 是吧 这就需要去多做一些题了 好 我把这个解答过程给大家写一下 那先看这个举估计 好 先求举估计值啊 举估计值的话呢 我们先看这个总体局啊 或者说叫叫这个啊 总体他的期望啊 总体的期望呢 是写的吧 负无穷到送无穷 好先不及啊 x乘以f是吧 啊 在鉴于呢 他只有密度 x大于0的时候 密度是不等于0的 所以呢 他实际上是0到增无穷是吧 x 和他一成 a的三四方根号派 啊 就是4a的三四方 e的负 嗯 a方分之 f方啊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计算呃 那就各写神通了啊 呃 这个计算呢 大家可以看解答上那么去做 那那当然我不一定想他来来做啊 所以这一块东西的话呢 呃 反正能算出来就是王道啊 怎么去算吗 要根据你具体平常的这个经验积累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般呢 是要去凑那个指数的 是吧 e的负那种平方 那我们不好算 不好算的话 我们肯定去凑一下 好 凑了话 那个指数呢 它的导数是负的a方分之2x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凑进去 啊 0到重无穷 是吧 呃 这地方出一个e的负a方分之 x方 好了 这d 又来一个负 a方分之x方 这是我的做法啊 这个结果跟这答案一样啊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多了一个负a方分之2x 那么这个除掉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是负的 是吧 这个不难做啊 就是a乘以根号 π分之那是a 分之2x方 OK 除这么个东西 是吧 除这个 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呃 然后再去凑一下分布计分 是吧 OK 那这个把 呃 负的 呃 a 根号 π分之2 给提出来的啊 这些东西都是小case 你倒送无穷啊 继续怎么算的过程 这个 嗯 自己可以 选定你自己的解题路径啊 成他 是吧 好了 那成这个的话呢 负的a 根号 π分之2 分布计分 x平方 e的 负a方 分之x方 OK 0到正无穷 那正无穷的话 是吧 用这个极限计算 是等于0的啊 0的话也等于0 OK 那就不写了啊 0到正无穷啊 这边出来 e的负a方分之 x方 OK 出一个d 嘿 这又是一个x方 好 注意啊 x方我就放这儿 放这蛮优雅 对吧 好 前面这一个呢 是等于0的啊 这说了啊 其无穷带是0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a根号π分之2 然后0到正无穷 这个是e的负a方分之x方 OK dx方 好了 这个又来了啊 跟他要上面抽的一样 那就来一个负a的平方分之1 好了 0到正无穷 e的负a方分之x方 我做积分的话 特别喜欢凑来凑去 凑来凑去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减少你的计算量 好了 你出了一个 多了一个负a方分之那啥 所以呢 前面呢 就应该乘你一个负a方 是吧 好 这样的话呢 呃 好了 然后你就去 用牛顿的比资 2a e的负a方分之x方 0到正无穷 正无穷的话是0 0的话呢 是1 所以最后结果呢 是根号π分之2a 好了 这就举估计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个令这个总体举啊 等于样本举 根号π分之2a 那等于样本举 样本举就是x一把 小写的x一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这个举估计量啊 举估计值啊 举估计值的话呢 就是啊 二分之根号π的 x一把 好 这地方呢 写一下小x一把 是n分之1 sigma i从1到n x 好 ok 好 就是这个第一问 举估计值 也比较简单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 再求 最大四然估计值 我们先来看这个四然函数 好 四然函数怎么弄的啊 四然函数是这个 a的 一个函数啊 x一 x二 xn的是常数啊 这个他一定要观点要清楚啊 观点要清楚 嗯 这些x一 x二 xn呢 只是一些参数 而a呢 是位置数啊 啊 等于他的这个密度去成绩 i从1到n啊 密度是那啥 a的三次方 根号π分之4 x4i啊 是吧 平方 好 然后是e的负 这是a方分之 x4i的平方 好 嗯 那一般人呢 可能会写一下这个东西 啊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一般人呢 可能会写x2 是大于0的时候 怎么样 其实这个 这个可写可不写 一般情况下 不要写的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样本呢 一般都是出现在密度非0的地方 而这个密度非0的只有这一段啊 所以我们就就没必要去写那个sr在哪个地方啊 所以有些这个资料啊 那你看参考资料 参考写那些东西呢 写的过于谨慎 没什么意思啊 没必要去做那些啊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这个l不要算错啊 啊 要陪下这个l呢 去做连程机啊 也算这个连程机都算错了 那那个就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再说一遍啊 就跟这个连程机的都去算错 实在是我就无能为力了啊 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所以这地方呢 基本的计算能力得有啊 嗯 这个是根号4%是个常数 所以根号4%呢 被成了n次 前面取得了 那还有a的负三次方 又乘了n次 所以a的负三n次方 啊 然后呢 fi呢 都在乘 所以i从1到nxi 就是平方 就是平方吧 是吧 平方的这个乘 再乘的话 这等于重积的平方 这都没事 无所谓啊 你写的拿就行 重要的是 这个上面不要搞错了 负的a的平方 这个相乘的话 这个指数是相加的 不要出乱子啊 这个方的计算能力不行 计算能力不行 那没有人能救你 好 这个是取对数啊 这是固有套路 那为什么要取对数呢 啊 就是为了求导 比较简单啊 这个n倍的loan 其实这个东西 你算不算都无所谓啊 这个东西放在就行 把它算出常数c都可以 然后呢 减去3nloan 这个这个重要 是吧 这个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好 然后再加上两倍的什么loan 就这个不重要 连生机 i从1到n 这个东西算错了 都没事 这个地方也重要 是吧 指数就就提下来 就负的a的平方分之一 sigma i从1到n 就是小fi的平方 k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求导啊 这套路 da 是吧 等于那啥 好 这个呢 我们来写一下啊 把它写得好看一点啊 因为这边呢 是是实现的啥啊 负的3nloan 这其实那个 那个是求导人常数 不要去理它了 这个地方分之一 sigma i从1到n 这个是 s2到平方 去对a求导 等于那啥 好 前面这个呢 是呃 a分子负3n 呃 a分子负3n ok 那这个是 负2次方 负2负负负的正啊 所以加上 a的三次方分之二倍的 sigma i从1到n ok 那这是 s2的平方 好了 写得好看点啊 那a是大于零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提出一个 呃 a的三次方分之一来 好 就这样好看啊 a三次方分之一的话呢 那这个呢 就是二倍的sigma 后面的一些前面 i从1到n x2的平方 这个减 是吧 减去呢 3n 这个是a的平方 好了 哎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l对a的这个导数 好了 那这个导数等于零 是吧 写慢点啊 好的资料上 这个分析 其实不够一切严谨 啊 它等于零的话呢 当且紧当 是吧 这是三个a的平方 等于它 也就是a呢 是等于 根号下 是吧 三分之二倍的sigma i从0到n s2的平方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 跟我们那个 举估计 那个形式上的结果 差距非常大 这个漂亮 所以这个举估计 和最大算估计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怎么去做 咱们都不去 好了 这个是等于零的时候 而且当什么呢 当a呢 比它大的时候 咱们把它分析透出 好吧 咱们没有必要去求 什么二阶段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第一 准备条件 把它说清楚啊 好的资料上 直接就说等于零的时候 当解决到a等于 它就完了 就不做了 这这个不好 这个呢 是 它比它大 这个大于它 这是负的 是吧 小于零 那么当这个a呢 小于这个的时候 不拉不拉不拉 三分之二 sigma i从1到x2平方 你这个小的时候 那这个呢 是能够增的 是吧 好了 先增后减 所以由第一充分条件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a 等于它 我们就取最大值 所以 a的最大 自然估计值 就是a 对吧 就等于 这个 刚好下 三分之二 sigma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把 970 做完了 就是 一个位置参数的 举估计和 最大自然估计 把它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流程 把它这个 自己熟悉